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牛哥送的游戏都说是牛哥已经退款了 退款完了之后再买了个给我 让我进去受苦难 600多招 牛哥自己也没买 阿兵还在广州还没回去阿兵 暗淡见识你在主机还是周三展示法 因为那个灯光系统刚装完 这灯光还要装华硕软件才能通过 等到礼拜三吧 礼拜三下午开播的时候 然后展示一下 然后差不多应该周三周四就能发动了 好吧 现在这个灯光直接就是默认的 都是彩虹色的 然后展示一下也可以 也没什么问题 直接就展示一下默认灯光也OK 先进去看 4K显示器 4K显示器就看你呗 你要高刷的就是4K124K165 先一般4K显示器都在3000加吧 3000加以上都能玩到比较好的 准备一下已经开始了 怎么这字这么小啊 游戏缩放 不这游戏还不能全屏的 只能开个窗口画 全屏显示 来了 这字也太小了 两倍 这样还大一点 这字幅太小了 好了 现在好了 顶部文字的旁白播报声音 旁白播报 开不开呢 开吧 我操这菜单做的 我操有点抽象的 有点抽象 我该怎么返回呢 这都是这么点开来的 关卡 关卡模式 奇幻之旅 主题模式 关卡模式 第一关 通关率82% 第一关就通关率只有82% 黑暗 周围一片黑暗 需要光源才能看清周围 啊 未点燃的油灯 可以照亮周围的情况 全靠想象啊 这游戏啊 周围一片黑暗 需要灯才能照亮 油灯可以照亮周围的情况 但他没有点燃 用地板点燃油灯 有什么东西散落在地上 有什么东西啊 哦 火柴 火柴拿到了 再点燃油灯 油灯可以照亮周围的情况 那我怎么点不了这个火柴 油灯可以照亮周围的情况 火柴拖到油灯上 哦 可以了 我操 要靠意识兄弟 要靠意识 油灯现在点亮 能看到破屋了 破屋还能看到锁着的门和衣柜 先看墙那儿 画座 三幅画座 墙上有三幅画座 画座上刻着四 一座正在喷发的火山 画座上刻着七 一片蔚蓝色的天空 画座上刻着二 我操需要脑补这游戏 文字解笔 一望无际的草原 画座上刻着四 一望无际的草原 上面刻着四 喷发的火山 刻着七 一片蔚蓝色的天空 蔚蓝色的天空 刻着二 四七二 衣柜看一下 衣柜有个密码箱 哦 这个衣柜的密码箱 我照了 蔚蓝色的天空 十二 喷发的火山 是七 对吧 喷发火山肯定红的嘛 天空是蓝的 然后草原是绿的 草原是四 二七四 打开 拿到钥匙 哇塞 这不对我来说 是小菜一碟嘛 开玩笑 钥匙拖到门锁上 出口 已经打开 这么简单啊 就这第一关 还有百分之十八的人 没有通关的 东西哪些蠢蛋呀 兄弟 这第一关 还八 这个百分之八十二的 那个 通关率啊 这么简单的 这种 下一关 房间 一个破破烂烂的房间 破破烂烂的房间 我操这东西多辣 排水管 排水管可以用工具锯断 对面墙上的时钟 似乎坏掉了 一直卡在三点半 时钟坏掉 卡在三点半 你被镣铐锁住了 我被镣铐锁住了 柜子呢 柜子里有个电报机 没有装电池 无法使用 哎呦 我操 工具箱 什么 墙上悬挂着钥匙 需要一根棍子才能够到 游戏名叫 文字密室逃脱 牛哥送的游戏 不是我自己买牛哥送的 什么 把选项拉开一点 方便看全局 我怎么给他拉的大开 就是开一点的 他这游戏很怪呀 这个 我怎么给他拉开 哦 是可以这样拖的呀 哦 原来可以拖呀 早说啊 可以拖开来 哦 这样对吧 这样子看了就比较清楚了 大家看的表情 否则他都挤在一起 哦 他妈可以拉的呀 我的兄弟啊 现在等等啊 墙上的钥匙 需要一根棍子 要一根棍子才能够到 然后我被镰铐锁住了 排水管 要用工具锯断 始终卡在三点半 判断肯定是从转盘锁开始 开始入手 转盘锁我估计就是三点半 应该就是三点半 因为时钟卡在三点半 然后 应该是把它调成一个三点半的视样 三点半视样就比如说 这个是三点 呃 三点半 再往下一点 不是啊 呃 不对 这个转盘锁好像不是我这么理解 不是在上面拨 不是拨到这个三点半的视样 呃 闹钟的电池 那闹钟电池怎么陷下来 一直卡在三点半 拿镰铐键不行 拿排水管键也不行 排水管现在没割下来 墙上的钥匙你拿不到 也取不下来啊 电报机没有装电池 电报机拖到时钟上 你那次时钟拖到电报机上面 不对啊 还是转盘锁 转盘锁三点半 哦 对了 再点一下转盘锁就行了 确实拖到一个三点半的视样 那我想的没错 现在可以了 对了对了 有了有了 这样就行了 掏到锯子 锯子去锯排水管 锯下来之后 拿到一根棍子 棍子去挑钥匙 钥匙拿到之后 解开我的镰铐 解开我的镰铐之后 然后去掏时钟 去掏电报机 等一下 应该 时钟可以拖到这个上面 一直卡在三点半 电报机没有装电池 无法使用 一个破破烂烂的房间 那解开的镰铐 我想想 棍子砸闹钟 砸不了啊 你看拖二句拖不了啊 现在我料客机 检开我有手了 为什么不能直接 把时钟里的电池 拿开来呢 哦点开了 再点开 电池有了 再塞进去 电报机发出了 BBB的声响 BBB的声响 摩斯电码 一个破破烂烂的房间 电报机发出了 BBB的声响 BBB的声响 再听一下啊 三下短 长 长 三短 两长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我拿棍子敲一下电报机 看看 啊 什么意思啊 这底下 啊 你可以私信 要定制的话可以私信 我知道COD突袭出 就不是想了 那个宰神跟我说了 保险你不会 哪天可以搞一下 这怎么弄啊 我来记一下 我听一下在记一下 我在记一下 三短 两长 两长 长长短短短短 短长长长长长 短短短长长长 那什么意思呢 我要摆度一下啦 是不是我要摆度一下啦 那我怎么打 我摆度一下 这个玩意 短短短短 长长 来了 好像有说法 短短短 表辞字母S 常常常代表字母O 我懂了 摩斯电码对照表 摩斯电码翻译 摩斯电码翻译 翻译器 输入摩斯电码 点击解密 即可将摩斯电码翻译成可识别字符 所以我可以 就是 就是长代表 就长代表就是横杠 然后短就是点 是不是 就是点点点点 点点点长长 然后 再是 长长 点点点 再是 点 长长 长长 解密 三七一 一个破破烂烂的房间 三 七 要 开 啊 书架再看一下 笔记 啊 我操这里面有啊 兄弟 短短短 长长 是三 短短短 长长 是三 然后长长 短短短 是七 没错 这网站没错 最后再是短 长长 长长 是一 是三 七 没错 日记本再看一下 卧槽 日记一 三月十二号 今天早上我起床后 我从窗外看到一个奇怪的人 他一直盯着我这边看 我有些害怕 于是我关上了窗户 中午的时候我就开始收拾我的大铁箱了 这个箱子能够保存我所有心爱的东西 前些日子还上了密码锁 我怕忘记我把密码寄到电报机里 然后再加上我的生日 我可太聪明了 哦 还加了个生日兄弟 他说了 为了怕忘记密码 他把密码寄到电报机里面 也就是前面的371 然后再加上了他的生日 他太聪明了 哈哈 有点像 哎呦啊 13号 今天我去订一块生日蛋糕 我去了附近的面包店 挑选了一块巧克力蛋糕 店员告诉我 明天会将蛋糕送上门 我很期待 那他生日是3月14 对吧 那蛋糕送上门肯定是14 不可能13过生日14才吃蛋糕 对不对 生日只有早过 没有玩过的 在回家的路上 我又注意到了那个怪人 他一直跟在我后面 让我感到很不安 于是我开始加快步伐 试图摆脱他的跟踪 最终我回到了家里 感觉好累 371加314 对吧 分别点一下 三个日记 这个就看完 早上有人敲门 我从网友看 没有人 不知道谁在敲门 昨天订的蛋糕 也是没有送过来 好了 日记看完了 还有个锁着的门 咱们现在先别管 371加314等于 6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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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 8 6 8 5 6 8 5 6 8 5开 这样肯定开了 好 大铁箱 啊 里面是个尸体啊 一具尸体被锁在铁箱里 好了一些 尸体的脸 尸体脸上的表情 惊恐又痛苦 尸体塞在箱子里 无法移动 哎哟 一具尸体被锁在铁箱里 那怎么办 用罐子把手撬出来 尸体塞在箱子里 无法移动 罐子撬脸 罐子撬尸体 不行 罐子撬大铁箱 不行 那这手怎么去按这个指纹锁 这指纹锁应该要手去按的 手去按指纹锁 不行 应该想办法把手给弄出来 用锯子锯啊 手指 完了怎么恐怖起来了 兄弟 有没有感觉还是挺正常的解密 怎么感觉恐怖起来了 手指再去弄指纹锁 哦 噻 指纹锁开了 出口 能把棍子一起带走吗 电包机能一起带走吗 不行 出口出去了 第二关 逃脱成功 解锁成就完成第二关 逃脱成功 下一关 这游戏全靠脑补 兄弟 感谢风雨零碟 大老板送的点亮 实验室 实验室里面 弥漫着一股奇怪的气味 外面的感觉 好像还在 还在下雷雨 还有打雷的声音 无法打开 需要先解除门禁系统 锁住的门 有一个门禁系统 需要先解除门禁系统 实验台 有个保险柜和控制终端 保险柜里面 有一个密码锁 然后这个密码锁 也是有三个数字 黄 红 蓝 控制终端看一下 控制终端需要电力供应 那就着手肯定是配电箱了 对吧 配电箱有一个连线说明 绿的连绿的 黄的连黄的 红的连红的 那这不简单吧 这 绿的有个箭头 从这儿进 进完之后 黄的再出 黄的出完 蓝的再到这儿 再到红的 就这样呗 是这个意思吗 电源开关 啊 什么意思啊 红 蓝 黄 配电箱的门背面 贴着一张纸 哦 应该就是线的方向 绿的这个已经天然连上了 所以红的肯定是这么连的 红的肯定是这样子连的 对吧 然后黄的是竖过来的 蓝的是往右的 蓝往右 黄的竖 就这样呗 哎 不对 还有方向 红的是往下 绿的往上 蓝的也要往上 黄的是往下 蓝的往上 蓝的往上 应该是这个 这个位置 OK 打开了 已经恢复电力 又有箭头 电力供应恢复了 然后控制端 中端连接着一个数字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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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端显示屏上出现了 这三个数字可以叠在一起啊 963 7456963 7456963 7456963 中端显示屏上出现了 中端显示屏上出现了 78963 那这什么意思呢 然后上面的密码锁 是一个黄色 一个红色 一个蓝色 中端连接着一个数字键盘 数字键盘 那就是九宫格的数字键盘 电脑中数字键盘 上面好像是789 下面456 再下面是123 中端显示屏上出现了 7456963 7456963 7456963 中端显示屏上出现了 963 中端显示屏上出现了 78963 68963 我懂你意思了 7456963 你们看一下 你们自己电脑键盘的 这个小键盘 这个数字的造型就是4 7456963 你按一遍 7456963 它这个数字的形状就是4 对吧 然后后面它说是78963 那就7 然后后面还说的是963 那就1 因为是竖过来一条 然后按钮是有颜色的 你看这个是蓝按钮 7456963 蓝按钮是4 中端显示屏上出现了 红色的是1 中端显示屏上出现了 黄色的是7 78963 解开 OK 没问题 你手机怎么看 手机也能按那个九雾格 但手机九雾格跟电脑的是上下颠倒的 兄弟 OK了 保险柜 保险柜里面有个探测仪 还有个实验日记 先看一下实验日记 哈哈 我成功了 成功研制出可以将人类变成丧失的恐怖药剂 只需要将红色药水 蓝色药水 黄色药水和绿色药水 四种颜色的药水 按照顺序混合即可 而且我还研发出了解药 只要让全世界的人都感染 我独占解药秘方 就能统治世界了 哈哈哈哈 叉叉叉教授 叉叉 华操 还能这样 这叉叉有点特色啊 有点特色 还能这样 隐藏门 通过金属探测仪在屏幕上拖来拖去 找到了一个隐藏门 隐藏门打开有个密室 一盏紫外线灯 也许可以用来照出隐藏的笔记 桌子上摆满了各种神秘的仪器 穿着白大褂的丧尸烤在角落发狂 无法轻易靠近 神秘仪器有什么 桌子上摆满了各种神秘的仪器 药水调配器 装完各种颜色药剂的药箱 那就拖拖拖拖拖 一盏紫外线灯 也许可以用来照出隐藏的笔记 但是不可能就单纯的就是随便拖一句 应该是有次序的 就先放什么再放什么 紫外线灯要靠照来 是不是就这么照一照 应该是紫外线灯照在实验日记上 实验日记就会有新的这种隐藏的东西了 真聪明足 红色药水三个点 蓝色药水一个点 黄色药水四个点 蓝绿红黄 蓝绿红黄 掏出解药 然后把解药给丧尸吃上 丧尸直接变成尸体 兄弟这他妈是解药还是毒药啊 不是呀 不是解药吗 不是能变人吗 怎么这解药喝下去变尸体了 兄弟 这滴滴威啊 兄弟 喂 难道是我调配错了 尸体掏出来一个白大挂 白大挂里面有张ID卡 我操这不会是教授吧 兄弟 ID卡上写着实验人员 人员编号 996 996 Y007呢 兄弟 丧尸本来就已经死了 然后呢 然后再把这个996 然后呢 也没东西了 ID卡去开哪个门呢 开开 哦 开锁住的门 就有个锁住的门 对了 门已经打 又结束了 牛哥不会送我这个 牛哥首先啊 送我这个游戏说明什么 他被这个游戏给弄堆款了 然后他才送给我 想要折磨一下我 难不成牛哥也被这个折磨了 啊 这不简单游戏吗 这种 灰暗的牢房 四周都是墙壁 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了 灰暗的牢房 四周都是墙壁 很小 很厚的一扇牢门 最底下有能递东西的缺口 牢门底下可以塞东西 木床 木床不能点开 地上有老鼠洞 手无法伸进去 老鼠洞 手伸不进去 但可以用什么棍子进去掏 掏老鼠洞 上面刻画着各种图案 其中包含着 一三二 墙壁上刻着一杠三杠二 墙壁上还有一条裂缝 里面似乎有什么东西 手能掏吗 掏出来了 多点几下掏出来一个金币 掏出来一个金币 铁窗 能敲出清脆的响声 铁窗有好几根铁棍 然后敲的话能敲出响声来 金币敲铁窗 敲不了 金币 地上放着的一张破破烂烂的木床 金币放进老鼠洞里 放不了 竖着好几根铁棍的铁窗 能敲出清脆的响声 金币塞不了老鼠洞 兄弟们 灰暗的牢房 四周都是墙壁 竖着好几根铁棍的铁窗 能敲地上有老鼠洞 手无法伸进去 上面刻画着各种图案 其中包含着 一三二 竖着好几根铁棍的铁窗 能敲出清脆的响声 一三二 先敲一下 再敲三下 再敲两下 出来一个神秘人 出现在窗外的神秘人 牛哥不会把 牛哥肯定在这里退款了 绝对退了 然后把金币给神秘人 对吧 傻子都知道了 茄子 茄子把铁窗剪开 变成铁棍 铁棍去掏老鼠洞 啊 铁棍去敲木床 地上放置的一张破破烂烂的木床 有声音 但是没效果 哎 敲出来了 藏在木床底下的铁箱 需要钥匙才能打开 钥匙才能打开 铁棍敲门 敲不开 铁棍敲神秘人 敲不开 铁棍敲老鼠洞 不行 那老鼠洞现在还没作用 手无法伸进去 铁棍也伸不进老鼠洞里 金币已经给神秘人了 老早改完了 哦 铁棍 铁棍塞一下墙壁的裂缝 哎 有可能啊 哎 墙上有一道裂缝 里面似乎有什么东西 塞不进去了 兄弟们 这个铁棍应该是用完了 已经 再敲一下 一 没东西了 铁棍已经不能再用了 很厚的一扇牢门 最底下有能递东西的缺口 哎 来了个磁铁 掉落在门旁的磁铁 哦 磁铁吸这个裂缝 能吸吗 磁铁吸老鼠洞 磁铁吸裂缝 磁铁吸墙壁 磁铁吸铁箱 磁铁吸木床 把磁铁放在铁棍上吸住 铁棍才去吸这个裂缝 拿铁棍吸 吸老鼠洞 不是吸裂缝 裂缝应该是这个金币 已经掏完了 老鼠洞里面掏出来 铁箱钥匙 铁箱钥匙再塞进铁箱里 打开 铁箱里面有个宝石 一袋璀璨的宝石 能置很多钱 还有个怀表 怀表又要调时间 宝石塞给神秘人 神秘人走了 很厚的一扇牢门 最底下有能递东西的缺口 牢门就有人会塞东西进来 牢饭 送了一碗牢饭进来 牢饭 牢饭里的纸条 上面写着2点45分 2点45分 藏在牢饭里的钥匙 还有个藏在牢饭里的钥匙 先调2点45分吧 2点45应该是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不对吗 这应该差不多了解45呀 再往上台一点 藏在牢饭里的钥匙 需要等待一定的时机才能出逃 等待一定的时机才能出逃 藏在牢饭里的纸条 上面写着2点45分 应该就是调队时间你就能出去了 不是等时间 那这两个长和短时针和分针我是可以调的 那长的就是分针呗 对啊 对啊 2点45 没错啊 45分 这是45 对吧 这个是分针 然后这个是 时针 没错啊 2点45啊 然后调完之后 我再点楼梦 需要等待一定的时机才能出逃 还要我等待时机 灰暗的牢房 需要等待一定的时机才能出逃 两个换位置看看吧 有可能是他出生就是有长有短 我给他脱长了 有可能 再来一下 2点45 哦 还不行啊 需要等待一定时机才能出逃 灰暗的牢房 需要等待一定的时机才能出逃 纸条放在怀表上 不行 他这个不需要放的 我已经换过位置了 这这这这两个针已经放 这个换过位置了 已经换了 2点45就换了 难道要指着2点 应该这个 这个时针是 到45分已经快要到3点这个样子了呀 好了 他这个2点必须要指在2上面 正常的时钟来说 你要到3点的时候 他 就是这个针已经快到3了呀 他非要指在那个2点正好的位置 这2点45 这指针肯定要到3了呀 对吧 不真实 这游戏问题 我的 跟主播自杀没关系 确实不准 正常的时钟 卧槽 那岂不是你到3点 2点45快到3点 肯定要指到3的这个位置了 看起来是只有简单几件家居的休息室 又不是一下子从2点跳到3点的 看起来只有简单几件家居的休息室 卧槽 啊 一个不大的通风口 被百叶窗盖住了 一个木质的办公桌 木质的办公桌 抽屉 抽屉 铅笔 螺丝刀 一打变迁 已经被撕掉了一些 变迁 电脑有个开机密码 黄红蓝 垃圾桶 碎纸 黄是3 蓝是9 红是2 红是2 开机 电脑 加密文件 内容已被加密 需要密要解密 密要解密 邮箱 邮箱1 我们的密域基地已被发现 立刻是由炸弹炸回子株 并催后内部出具文件 邮箱2 炸弹安装 组织内部的株形钥匙 放入引爆装置 装上改版 输入行动代号 设定盗氏计 盗氏计启动炸弹 行动代号反转后 出入即刻解除 收到行动代号 立即销毁邮件 内容已销毁 行动代号已销毁 我擦 无法打开的窗户 太阳正在缓缓落下 放着很多书的书架 其中两本书中间 有个奇怪的六边行动 封面上写着 A25B5C5 封面上写着 A5B5C5D2 封面上写着 A245B5C5 封面上写着 A5B5C5D2 一打便签 已经被撕掉了一些 用铅笔图了后 能看到写过 用铅笔图了后 能看到写过 代号134的痕迹 134 变签上有个134 螺丝刀 螺丝刀开一下窗户 无法打开的窗户 太阳正在缓缓落下 加密文件 变签写到加密文件上 不行 螺丝刀开通风口 OK 白叶窗已经打开了 军火箱钥匙 军火箱钥匙 军火箱在哪里军火箱 军火箱钥匙打开加密文件 不对 军火箱钥匙 他妈哪里有军火箱钥匙 无法打开的窗户 太阳正在缓缓落下 军火箱钥匙打开炸弹 军火箱钥匙打开锁住的门 看起来无法打开 需要先解除门禁系统 加密文件没有 这个拖上去没有 螺丝刀捅炸弹 不行 铅笔捅炸弹 不行 完了 哦 在炸弹里面我操打开了 就好像打开了 里面有个引爆装置 一 三 四 在解除炸弹前 最好不要 结实的军火箱 中间的玻璃能看到 炸弹倒计时 不对不对 四三一啊 为什么是四三一啊 四三一 试一下啊 在解除炸弹前 结实的军火箱 停了 中间的玻璃能看到 为什么是四三一啊 用先笔涂了后 能看到写过 代号134的痕迹 就单纯你们反一反而已啊 邮件 哦 倒过来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邮件里写了 将行动代号反转后输入即可解除 反转 所以他写的行动代号是 134所以就四三一 对对对 我忘记了 聪明啊 兄弟们 反转一下 现在停了就可以慢慢解了 现在接下来就是这三本书了 还有这个窗户 无法打开的窗户 对吧 太阳正封面上写着 A25B5C5 封面上写着 A5B5C5D2 封面上写着 A245B5C5 放着很多书的书架 其中两本书中间有个奇怪的六边行动 六边行动用螺丝刀 六角螺丝刀去开 不行 碎纸是已经解过的 碎纸是之前的东西 兄弟们 解过了 铅笔搓一下书架 不行 无法打开 需要先解除门 中间欠着住行钥匙 似乎能搞下 引爆装置有个住行钥匙 可以搞下来 螺丝刀搞一下 搞下来了 住行钥匙 住行钥匙塞到书架里 六边行动 其中两本书中间有个奇怪的六边行动 书架里有一个暗示 华操 贴在墙上的奇怪海报 哦 等一下 封面上写着 A25B5C5 A25B5C5 贴在门上 贴在墙上的奇怪海报 A25 B5 C5 A25 B5 C5 C5 什么意思呢 A25B5C5 哦 跟原本橙色结合在一起 这个也图成 A2 A5 对吧 B5C5 那这个数字就是5了 结合起来就是5 然后这个呢 A5B5C5 D2 A5B5C5 D2 贴在墙上的奇怪海报 A5 B5 C5 D2 那就是3 封面上写着 A245B5C5 A245B5C5 贴在墙上的奇怪海报 A245 B5 C5 那就是6 5 3 6 5 3 6 贴在门上的楼层平面图 楼层平面图 12345678 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先开这个密码走吧 神秘百目大 球形闪电 星际迷航 球形闪电不用看 肯定是这个圆的 圆的这个是3 对吧 是3 然后神秘百目大 星际迷航 星际迷航应该是 神秘百目大 因为是百目大 三角嘛 所以这个是神秘百目大 所以这个是5 然后这个 这个五角星肯定是星际迷航 星际迷航吧 星 然后所以这个是6 打开密码锁 保险柜打开了 ID卡 一大串复杂的密钥 密钥再打开加密文件 邪恶组织的重要数据文件 重要数据文件 组织内部文件行动计划 代号134 在基地六层南边的休息室 安置炸弹 休息室的密码为房间号 在基地六层南边的休息室 安置炸弹 休息室的密码为房间号 人员名单省略 贴在门上的楼层平面图 那这种就6层了 6层南边的房间 安置炸弹 南边那就所谓只有5号 6号 7号 8号 05060708 这四间房当中的一个 对吧 北边是不可能的 就南边 再开机地六层南边的休息室 休息室房间 休息室密码为房间号 这个ID卡是不是能开这个锁住的门 开了 无法打开 需要先解除门禁系统 门禁密码 也是个三位数字 123 他说有窗户 基地六层南边的休息室 安置炸弹 不是 他哪里说是要有窗户呀 兄弟们 贴在门上的楼层平面图 有窗户的 都有窗户 这个不是窗户吗 这个是门呀 对吧 这个扇形的是门 窗户都有啊 七八都有啊 邪恶组织的重要数据文件 他有说可以看到太阳下山 哪里说到的 我已经全忘了兄弟 哪里能看到太阳下山 他他哪里告诉你 贴在墙上的奇怪海报 我点窗户 贴在门上的楼层平面图 哦 点这个窗户 太阳正在缓缓落下 哦 太阳正在缓缓落下 无法打开 贴在门上的楼层平面图 太阳从 东边升起 西边落下 但是也不一定啊 北半球和南半球是一样的吗 好像是一样的 那就零五呀 六七是看不到太阳下山的 因为朝着南边看不到太阳 头得伸出去 因为超乎无法打开 八边看是东边只能看到日出 对吧 只能看到日出 零八号房看到日出 零五号房看到日落 那就零五号房了呀 只有五号房了 西边 西边太阳落下 对吧 那密码的话就是 六零五呗 三位的话就六零五 因为这个楼层是六层 虽然它是平面图上没写 六层零五号房间 六零五 所以是六 零五 不是我是把窗户 这个太阳这个事情忘记了 兄弟们 我记性不太好 我实话实说 这倒是我聪明是聪明的 但就记性不太好 知道吧 我是记性不太好 我已经忘记窗户说 这个太阳缓缓落下这回事了 本来也是啊 这个窗户本来就没作用了 对吧 感谢有猫的小号 这有猫 还有小号 头顶的灯泡在闪烁着微弱的光 头顶的灯泡 闪烁着微弱的光 工作台 一个结实的铁盒 上面用密码锁锁着 密码锁着一个小铁盒 里面有个密码锁 三个符号 一种粉末状的药品 上面写着能对记忆进行清除 清除记忆 黑衣人 记忆清除 水龙头 好像听到水龙头滴水的声音 桌子 一张破旧的木桌 一张破旧的木桌 散落在桌上的空酒瓶 似乎是我带来的笔记本电脑 但是已经没电了 脏细细的键盘 上面有一股酒精的味道 笔记本的键盘 上面有股酒精的味道 一个小小洞口的排水口 看不清里面有什么 靠在墙边的背包 似乎是我的 一部智能手机 壁纸上的人是我自己 手机没有信号 因为失忆记不起来锁平密码了 一个坏掉的铁质打火机 无法正常点火 键盘上有酒精的味道 无法正常点火 打火机把键盘烧一下 因为打火机你虽然不能点火 可能是它没有气了 但是打火机还是能打出那种 就是小火苗 散落在桌上的空酒瓶 我这招有点复杂了 空酒瓶去接这个水龙头 对吧 因为在滴水 那是要滴水水 装满水的酒瓶 装满水的酒瓶 然后倒在排水口里 对吧 然后能得到一个 从排水口浮上来的纸团 排水口开始堵住了 然后可以把里面的东西给弄上来 咒八八的纸条上写着 354203 354203 是手机的解锁密码吗 354203 354203 手机的解锁密码跟电脑键盘不一样 123是在顶上的 难道单纯的就相加 就是863 试一下 86 应该不会这么简单吧 863 因为失忆记不起来锁平密码了 不对 不对 相加不对 我在想会不会是这种滑动解锁 然后这种竖线 354203 这八八的纸条上写着 354203 铁盒密码肯定不对 铁盒的密码它是带有符号的 你怎么知道是哪个是哪个呢 通往地面的门 锁住了无法打开 试试这个吧 八 六 三 哎呦我操点多了 打不开也不对 也不是这个 现在总共有三个密码 354203 有没有可能是两组在一起 一个是340 一个是523 哦 我懂你们意思了 第一位数字代表它的边形 三个边 三角形是5 四个边是四边形 就正方形是2 0因为它没有边 就是圆形 3 我来试一下 真有可能 聪明啊兄弟们 354203 三角形是5 这个是2 NB NB 兄弟们 NB 前一位数字代表这个图形的边 一个结实的铁盒 上面用密码所锁着 NB 一根电源线 看起来是用来给电脑供电的 电脑供电 能插上了 档案上面贴着我的照片 似乎是我的档案 也可以理解为内角吧 因为圆形 圆形理论上来说是一条鞭 是吗 也不应该是0啊 我的档案 姓名张伟 姓别男 出生日期1992年5月12日 身份特工 我是张伟 我是特工 行动指令 上次的爆炸行动计划 出生日期